上一集的 Vernon 在 Okanagan Lake 最北面 中間就是我們經常都提到的 Kelowna 而最南面的就是 Pendicton 當我們離開 Vernon 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入 Okanagan Lake 的旅程 在這條影片我會和大家分享 由 Vernon 到 Pendicton 一個多小時旅程中的 農場購物中途站 Let's go 看影片之前 記得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待著下遊戴雞 你夏天就不會這麼退廢 我們離開 Vernon 直接去 Pendicton 但中途我們駕駛了三十分鐘的車 就去 Jay's Blueberry Peak 炸水果 這個中途站的腩梅很大粒很甜 但同時的老闆也很有性格 第一件事就是他很 proud of 農場用的 Flush Toilet 在那裡是 Flush Toilet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叔叔曾經開玩笑的 恐嚇我女兒說這個 Blueberry 園有很多閉路電視 所以不要一直搬一路吃 這個燒機是用來搬完後 用來篩葉和泥土酒 很好的 這個中途站的收費都不便宜 按人頭計每人10元 炸魚男會要再上榜 如果價錢是超過你入場費的總數 老闆會再加錢 其實炸這個 Blueberry 園沒有什麼巧妙 總之熟熟地很容易拔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清洗得好的話 如果你想要清洗的話 你就要選擇大粒一點 還有不要是懶的那些 那可不可以在這裏吃呢? 我們曾經試過在這裏吃 但是吃得太多會肚痛的 因為可能有些農藥 或者不太乾淨 所以如果你想即場吃的話 不要吃那麼多 而且如果吃的時候 要用水洗洗就可以吃了 老闆就說這些 Blueberry 是沒有下農藥的 所以就這樣用水洗洗就可以吃了 這個 Blueberry 的 U-Pick 園 有一個好骨子的廁所 小小間 但是在田裡居然有的 Flush 就是有的沖刺 還好 而且一點味都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裏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裏呢? 很開揚 通風 什麼味都沒有 但是超級世間 很搞笑 開完 由於保存的問題 我們這次不會選擇太多的 所以你計算一下 其實不值得的 我們太多人去 五個人選擇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想值得一點的話 就不要那麼多人去 不就是選擇多一點 不要超越限制 那就最低了 好了 我們的 Blueberry U-Pick 就搞定了 現在我們下一站就去一個 Rooster Farm 就去買雞蛋 今天 Vernon 農場購物第二站 是去 Chicken Farm 購買雞蛋 先看看有沒有 沒有 這裡沒有蛋 我們去另一個雞 Farm 就是盲雞 Farm OK Let's Go 去到盲雞 Farm 雞蛋都被人賣光了 但我們駕駛沿途就看到這間紅色的屋子 看看雞蛋是不是又是賣光了 這裡在農場買雞蛋 很有趣 這裡是Self-Serve的 即是這間紅色的屋子 咦 可能有的 老婆 可能有的 有的 它在冰箱裡面 算了 6 元嘛 你給錢嗎 對呀 給錢哪裏 放在哪裏 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我們初樓就這樣看 以為沒得買 或是買光了 只用盒子在這裏 原來打開門口 它有個冰箱在這裏 放在那裏 現在我們先給錢 先給錢 好 搞定 我們走了 三毛 好 搞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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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好 由於本來我們的計劃 就是去完買雞蛋之後 就會去這個strawberry farm 但現在原來不是strawberry的季節 所以我們去了其他地方 去Fruit Stand 看看有沒有其他水果買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農場購物就是要看季節才買東西 不是說你想買什麼買到什麼 我們來到Fruit Stand 順便吃雪糕 謝謝 當然 當然 謝謝 不算是平均的 太多了 不 很大的冰箱 太棒了 謝謝 謝謝 平均的尺寸 既然來到就看看有沒有Strawberry賣 看看 什麼都有 蔬菜也有 生果也有 就是沒有Strawberry 我就算是Fruit Stand 也沒有Strawberry 所以我們只是吃雪糕 我們下一站起程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Peach Land 我們剛剛從Fernand 到去 去 是去 Pendicton 中間我們就停一停 Peach Land Peach Land Peach Land 是Organgan Lake湖邊的一個陣子 叫做Peach Land 因為這個地方附近有很多野生的土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太多了 但這個名字仍然叫做Peach Land 我們今天午餐的地方就是這間吃Fish and Chips 這間吃Fish and Chips 還有雪糕 還有雪糕 在整個旅程中 我們真的看到很多賣雪糕的店 買雪糕的店 買雪糕就是沒有生意 這個美車趁夏天出來 街頭也拍下 街尾也拍下 街尾也拍下 街中間也拍下 Peach Land 這個地方真的很放鬆 在湖邊旁邊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除了Fish and Chips 還可以坐下來慢慢享受 可以花一個大半天在這裏 都沒問題 這裡說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的時候 有60個勇敢的小朋友 勇敢的小朋友 勇敢的小朋友 為了Peach Land 去打仗 17個回不到你 這個碑就是我們紀念他們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看見 在湖中 有很多快艇 在湖中 有很多快艇 在湖中 飛來飛去 我認為這碑就是 它在開船上的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來開餐 Fish and Chips 我們來吃午餐 這裡的Fish and Chips 沒有特別的大驚喜 我覺得魚很大,而且很棒 也不錯 逛逛的時候,我們好像看到一隻殺人瓶在湖裡 怎麼搞的? 看來,原來是一個快艇的東西 不知道是怎樣玩 不知道是否整個人在殺人瓶裡面 然後好像水上電單車一樣 我又看不到上面有人 還可以飛上水面 我們又來到Pandicton 在這個地方,我們會玩三天兩夜 我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一條影片我會分享在Pandicton裡面 三天兩夜我們住什麼,吃什麼,玩什麼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幫助蝦牛大計 你的夏天就不會那麼頹廢 拜拜